我們是三處分立的國家 有行政司法立法 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那最後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法律是最低道德標準 換句話說呢 右肩呢 你們去問許民聰副市長就知道了 明明弄出來就知道 台南地監處辦完你們認為會有罪嗎 結論其實大家都知道 一定不會讓你們滿意的 時間會拖河很久了 最後結論就是 最後就是無罪 只是大家不敢講可以 如果有罪的林一涵早就去告了 他爸爸是林敏皇醫師 是台南有名的醫師 是大道的 他的資源 許多人都死了 講的又是八九年前的事 司法會恨你公道 那是否為 換句話說呢 社會我們講的 不是社會的罪一道德標準 我們講的是比較高級的道德標準 就是你當一個名師 你收入信千萬 又是台大名校畢業 你不能利用教學過程 去右肩 十六七歲 沒有社會經驗 沒有談戀愛經驗的女學生 而你右肩有沒有罪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講的六件事 沒有罪的 我們講的是一個道德標準 你知道嗎 我說的是道德 你說的是罪一利標準 你教育人員怎麼會用最低道德標準 再處理事情 還要等司法犯解 司法犯解要幾年 最少四五年吧 這個要必天署幾宿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我常常在跑 我法院的我知道 這個要好幾年 這個好幾年 那你高雄女生不是一代一代被受害 所以 政府有三種 我也是政府 議會 就立法機關 你們呢 是行政機關 還有司法機關 你不要推給司法機關 那個 那個是罪一利標準 我們呢 女孩子 在高雄 就深陷於 狼督之中 行政單位要有所作為 不會要在那邊推脫 目前 陳國勳之所以可以有恃無恐 沒有是政府存在 他就是這關 這關請來